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真想帮她的话 不如踏踏实实 为她解决眼下最棘手的事情 我知道 这次事情一看就是冲着顾西西来的 我本来以为她会有点分寸 但这一次 她过分 她 没想到你会过来 我之前给你打过好几个电话 但是你都没有钱 听说最近因为那篇文章的事 你的公众号被不少人网络暴离 这个事啊 你放心吧 我没什么事的 不用担心我 那点小事 难不当我的 我想说的是 那篇文章是关于顾西西的 她最近也因为这件事情 遭受了很多的谩骂和攻击 你说的是西西啊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本来也是好意 想要帮西西扩展一下知名度 但没有想到 反而给她带来了伤害 是啊 我也没想到 人可以变得这么可怕 许位 那篇文章我也看过了 她对于C.C.的描述 很有问题 顾西西经验尚浅看不出来 但你 不应该犯这样的错 我承认我有疏忽 但那段时间我真的太忙了 所以我就把那个文稿 交给了手下人去看 是他们太不用心了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会来处理的 如果西西那边 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随时找我 她那边有什么问题 还有我在 不用你飞行 西薇 你是我的朋友 你遇到任何问题 我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帮我 去维护你所付出的努力 和辛苦换来的成就 但是 有些事情我不追究 不代表我看不到 顾西西是我的妻子 我不允许任何人 为了任何目的去伤害她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觉得整件事情是我策划的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也看到了 自从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我一直都表明 我要站在顾西西的这边 我的话没有任何意思 我也没有恶意地去揣测任何人 只是有些事情我希望 到此为止 思辰 你以前从来都不会这么跟我说话的 是顾西西她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我从小到大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 正是因为这么多年 我才格外珍惜我们之间这段有原因 我不希望她毁在我们自己手里 有些事情适可而止 公司还有事 就先走了 你慢慢喝 世心今天回家了 快点回来 喂 喂 四神 你跟你过来一下 出事了 我刚刚开完会 准备休息一会儿 不是我的事 是威威的事 快过来 细威 她怎么了 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 今天突然约我喝酒 一个叫她关自己 你跟你过来 你怎么不劝劝她 我全都给你打什么电话 你跟你过来 我一会儿还有事 走不开 我听 这么多年的朋友 我告诉你 如果威威出了什么事 我少不了你 你自己看着爸 跟你过来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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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已经喝大了 接下来再交给你了 我先走了 还有事啊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细威 思辰 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冷漠 从小到大这么多年的感情 还有默契 难道都是假的吗 难道你心里一点我的位置都没有吗 细威 其实你对我很重要 但是你和上课一样 都是我不可或缺的朋友 真的只是朋友吗 这么多年了 我已经习惯你在我的身边 我们所有的朋友 都觉得我们两个人 我会不会和我一样 不得了 我一直在一起 我第一次去的朋友 我会把你帮忙 把你帮忙 我把你帮忙 和你帮忙 我把你帮忙 你帮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小雅 来来来 怎么了 你快来看看我这篇圣明写的怎么样 快来看 不错 逻辑清晰 有理有据 现在就把它发到微博上 看那群网络报名方式 我打算过几天再发 为什么 你前几天不是还在网上跟他们激情对战吗 是这样的啊 尹思辰说 现在网民情绪特别激动 不是做回应的好时机 应该等过段时间那么平息了之后 才回应比较好 我想了想了 还挺有道理的 对 某些人前两天不是还在跟我大骂一丝尘吗 现在怎么这么听话了 不是 垃圾堆里还能捡到宝呢 对不 他人虽然不怎么样 办法还是可以用的 嘴硬吧你就 那这么说的话 这个号不是你找的水军啊 人间兵美式 我之前还发私信感谢过他 我前两天点开他的主页 发现什么也没有 账号也是前一天才注册的 我以为是你找的水军呢 这语气我怎么越看越熟啊 怎么了 隐私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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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你看我骂死去 行了你别生气了 毕竟他也是在帮我们说话嘛 不是 他让我冷静 结果他自己跑到网上一个打十个 他什么意思啊 可能就看不管别人骂你呗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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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呢 不要去想这些了 就算你是铁打的 也不能二十四小时待命吧 你看看你 黑眼全都掉到这儿了 你现在呢 不要工作了 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了 CPU会烧坏的 不行 我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投入到工作之中 你现在呢不能投入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去逛街去休闲去放松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有点 哈哈 感谢观看